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你原本的好运气正是生气毁掉的 生气勇害健康 生气消耗感情 生气扰乱理智 而所有的逆袭一定是从不生气开始的 一 生气便宜了谁 多数人生气的时候只有两种办法 发心和认证 其实都没有用 纪录片199请回答 终有对姓罗的父子吵架互补白酒点燃了全身 最终小罗医药费花了二三十万 老罗感染过于严重 抢救两天后去世 小罗的妈妈悲痛不已 原本不宽裕的家庭陷入了无边的黑暗 这家人没什么刻骨的矛盾 父子在工地开车天天熬夜 又常被拖欠工资 两人心里都苦 喝点闷酒就吵了起来 当老罗喊出你有本事就把我点了 但是把嘴一张 把其一咽就没起了 宿州村有个案子 王某跟同事徐某发生争执 就一点工作问题大吵特吵 事后王某在门卫室外面坐着 突然昏厥死亡 薛某不是故意 也想不到他到底 在判决里不负一点责任 真正惹你生气的人 很可能不用付出任何代价 甚至没放在心上 不管你的内心多么波涛汹涌 气饮的人还是云淡风轻 这值吗 有统计说 跟情绪有关的病 多达两百多种 所有患病的人群里 百分之七十是情绪的原因 抑郁 焦虑 气质性病变 常常在一个气字 很多争论都是毫无异议 自己的错不乱生气 别人的错不屑生气 不着急也别上火 平和淡然 有好心态才算是人生赢家 二 控制不住情绪到底是为什么 晶云一念趁心起 百万转门开 生气伤心又伤体 福家有个故事讲 从前有个人 因为他总和别人生气 每天宠媚不沾 有人问他原因 他说因为别人惹我生气 自己却无力抱负 所以很闷闷不乐 这个人听完后告诉他 有个咒语能解决他的烦心 但有个条件 就是在用这个办法报复别人前 要先伤害自己才行 为了报复 来人毫不犹豫地接受了 生气就像是自己喝下毒药 却盼着别人痛苦 其实 那个毫不犹豫接受报复咒语的人 就是爱生气的你 在生气时候 一味想方设法地报复别人 却忽略了在伤害到别人之前 先手伤的是自己 百病生于气 生气就等于生病 生气是心中燃起的无名怒火 就是称心之毒 称心起 愚人无益 愚己有损 心理咨询师陈静华 以前总跟妻子闹别扭 妻子一点小事就白脸色 她想去沟通 妻子还不说话 两人一起生闷戏 后来她分析了 自己想的是 妻子好像不高兴 发生了什么 我舔着脸和她说话 她还不理我 搞得我犯了杀头的大罪一样 那不理我 我就不讲了 而妻子的解读却是 讲过多少遍 怎么还犯 算了 反正你也不改 我不讲了 我不理你 你还真不理我呢 我们都太容易被刺痛 揪住一个细节就会觉得 它让我感觉到自己 不值得被爱 接着就是以牙还牙 换种想法 结局就完全不同 再有矛盾 陈庆华都是 先觉察内心 想想自己 气的是什么 然后调整呼吸 问自己 事情是你想的那样吗 还能做些什么 听一首音乐 运动一会儿 自己平静下来 想问题也很快解决 走不通就拐弯 想不通就放下 你决定不了遇见的事 但你可以决定 当下的情绪 和未来的走向 不开心的时候 烦恼的时候 情绪坏的时候 多转个弯 笑着低下头 才是聪明人 三 善待自己 从不生气开始 世间所有收获 都是自己的努力 的结果 但有些事情 并不是努力 就可以获得的 比如说 别人对你的喜爱 都说 多一个朋友 多一条退路 在这世上生存 与孤独 对抗世界想必 我们当然 更希望结伴而行 所以 我们总是渴望 得到更多人的喜爱 可讽刺的是 这世上最不切实际的想法 就是得到所有人的喜爱 无论我们再怎么优秀 这世上总有人 对我们抱有恶意 他们甚至会 当面嘲讽我们 对我们来说 当自己付出努力的心血 被糟蹋的时候 难免会生气 恨不得过去 撕逼一场 可生气 绝对是最无用的方式 因为你的生气 伤害不到别人 你的撕逼 只会破坏你的形象 总之 生气就是用别人的错误 来惩罚自己 人或一事 应该善待自己 而善待自己 就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从不生气开始 正元节有段 很经典的一诗 李会长有人问他 读没读过一位 苏联作家的书 之后一个劲地嘲笑他 这都没看过 你怎么写作 他不息不脑 只在到他发言的时候 最近在看 库斯卡亚的书 深受启发 问大家看没看过 看大家都点头 他在笑着点拨 这人是我编的 先学会不生气 再取血气死人 调节好情绪 你以为是放过了别人 实际上是善待自己 就算你没有过人的口舌 不生气 你也已经赢了 之前有一位夫妇 回归停车 被警察开了发单 他们赶着 送孩子去上学 气不过 转头就拍了视频 发到网上 想让警察被网爆 视频里他们 又是催又是马 想要工 你也不用这么着急啊 多读几年书 再想升职吧 滚蛋 写几个字都这么满 而警察全程 不卑不亢 开罚单 不是我想要工 做警察 有做警察的乐趣 网友审判的对象 竟变成了 这对夫妇自己 都说 控制一个人 就要控制他的情绪 那么一个 不被情绪激怒 不被情绪左右的人 就是大不败的 卡奈基说 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光阴 只有短短几十年 但是我们却 浪费了很多时间 为一些一年内 就会被忘了的小事发愁 是多可怕的损失 你必须坚持 你的原则和底线 但别用别人的错惩罚自己 纷纷扰扰的人生中 学会平心静气 以不生气的智慧 化解种种压力 你的人生就顺了 周过篇有句话 人生的许多痛苦 都是源自于盲目的交进 匆匆一生 没那么多如愿以偿 更没那么多时间 留给生计 既然无路可逃 不如喜悦 既然没有净土 不如静心 既然没有如愿 不如释然 糊涂一点 健忘一点 开心一点 做个聪明人 别人惹我 我不气 且让悲喜随风去 活出自己的光彩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 和转发哦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佛禅已经正式 开通了Facebook 所以你只要在Facebook里面 搜索佛禅 点击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子慕非常期待 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